9月6日,钟佳欣在个人社交平台上赛出儿子正面照宣布诞下二胎。 To our son,Jarred and Thorn Loom,Welcome to our family,We love you。 照片中的小婴儿小手紧握处于熟税状态,十分光巧,钟佳欣与老公于2016年宣布结婚,童年生下了女儿,如今已经凑成了好字。 恭喜钟佳欣,很多网友知道了二胎生子的消息都纷纷送上自己的祝福,恭喜恭喜,头发好好,样子超级像他老公,老公的基因太强大了,两个孩子都像父亲。 钟佳欣在内地最为人,熟知的角色,应该就是《搜审传》中的好采妹一角,而如今她也是把生活过成了好采妹,其实钟佳欣还是当年温哥华华一小姐比赛的冠军。 2004年,钟佳欣参与了《街大欢喜》时装版的演出,随后与郑一剑,林宝宜,神师曼主演随时后命,并且凭借这部电视剧获得2006年度,万千心灰。 预奖典礼飞跃剑步女一人角,后来又出演了很多著名的PVB影剧像是《法政千锋》、《唐新风暴》、《金石良元》和《唐新风暴》之家好月圆等电视剧,虽然不是她的主场,但是也有一定的人气。 在她的成名作《搜神传》之后,她的古装剧逐渐变多,连续出演了《蒲松林》、《公主驾道》,这两部比较出重的电视剧,钟佳欣也顺势成为了PVB较为出名的女演员。 钟佳欣又与陆斩棚,向正南主演讲述了90年代,香港的时装剧剧轮。 和与玉玛德中主演的时装情绪剧《飞虎2》,使得钟佳欣在内地鸣声大噪。 之后钟佳欣虽然也拍摄了很多电视剧,但是她把重心放在了她的婚姻与家庭上面。 直到2018年,宇多静安、周立奇、林文龙、杨依主演的《创世纪回到内地观众的视野》中,钟佳欣在里面饰演正私底一角, 其实仔细看钟佳欣,感觉这么些年她都没怎么变过。 在《再创世纪》中依然似少女一般,一点也不输给周立奇与原仪。 《再创世纪》这部剧是钟佳欣在2016年后竞选发达,一律作,两年后的钟佳欣还是这么活力十足,看得出来她生活的的确很是幸福。 祝福钟佳欣,也希望钟佳欣的新作品,《再创世纪》收视长红。